有景田和张彬彬主演的《奇幻爱情》悬疑剧《斯腾》最近在各大平台上线 本剧改编自网络作家《韦鱼》的同名小说 由于原著本身就很有人气,本剧刚一上映就饱受关注 景田饰演的斯腾是一个半妖,影片刚开始他就被一个神秘女子给杀了 把斯腾带来的车夫因为好奇在一旁偷看,最后好奇害死猫被神秘女子发现了 他让车夫把斯腾的尸体带去一个叫达纳的地方,为了活命车夫按他说的照做了 一转眼过去了几十年,张彬彬饰演的秦放带着女友安曼来到达纳寻找恩人 结果恩人没找到,两人遇到了一个男的,名叫赵哥 当晚安曼给秦放喝了迷药,来到了赵哥的房间 原来安曼曾经是赵哥的情人,他坦言自己爱上了秦放,并从赵哥放过自己 两人一顿撕打之后,赵哥被刀子捅了,安曼带着昏迷的秦放逃跑 但又回想起刚才的事情,他觉得不是自己捅的赵哥 就在这个时候,后面一辆车撞了上来 原来有人想要赵哥手里的宝物,他们看到安曼从赵哥房间里出来 以为是他拿了那个宝物 两人把安曼拖走,又把秦放连人带车推下了悬崖 就这样,在经历了开篇女主即死亡之后 我们的男主也在登场没多久之后,被刺穿了心脏 后来不知道怎么的,男主的血把女主复活了 女主醒来之后,也就把男主复活了 醒来之后,斯藤让秦放当自己的仆人 一开始秦放不愿意偷偷逃跑了 但是他发现,只要自己离开斯藤,相貌就会变得很难看 于是只好回到斯藤身边 原来他们两个现在形成了一种寄生关系,同生同损 如果斯藤死了,那秦放也会死 于是秦放只好陪在斯藤身边 斯藤要去苍城山找一个叫做秋山的玄狮 斯藤这类妖怪所属的族群叫做异族 而玄门就是想要消灭异族的组织 玄门里面的成员也就叫做玄狮 秋山已经不在人世了 他的后继者小颜在斯藤复活这天遇到了奇怪的景象 院子里的石头裂了,地面也凹陷了下去 地里出现了一本秋山生前留下来的册子 册子里面记录着斯藤死于1946年 但斯藤却说自己是在1939年被杀的 这里留下了一个悬念 斯藤想让玄狮们帮自己找到自己的同类 小颜因为怕斯藤联盟召集各地的玄狮 但因为世间太平多年 玄狮们都纷纷改了行,已经没剩下多少人了 听说斯藤复活都赶来商量对策 结果没想到斯藤设了陷阱 给玄狮们中了藤沙 如果不解开就会死 这下玄狮们想不帮他都不行了 那么斯藤和这个秋山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秋山进入玄门之前身份地位 玄门不接受他 于是便把一株白藤化为人形 供自己拆遣 但他认为斯藤十分低贱 斯藤小的时候是在养狗的笼子里长大的 后来斯藤和一个附加少爷陷入爱河 秋山故意让斯藤在欣赏人面前陷出原形 附加少爷很害怕就此离开了斯藤 后来秋山正式加入玄门当天 斯藤出来指证秋山养异类 这种事在玄门是大忌 于是后来秋山找到斯藤 趁他最虚弱的时候把他一把杀了 不过我们前面说过 关于斯藤去世的时间 距离留了一个悬念 为了不剧透小编也就不透露答案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剧里一探究竟 要说这部剧里最好看的是什么 除了跌宕起伏的剧情 那就一定是景田的服装造型了 因为故事背景的安排 景田出场总是穿着旗袍 再加上一对细细的柳叶眉 可谓是风情万种 婀娜多姿 另外本剧的外景都是实拍 真实还原了书里的美好河山 让人看了心情十分舒畅 不过改编后的电视剧和原著小说 还是有些差距的 比如这场戏 斯腾不小心把房子烧着了 但他却在火里不知所措 最后只能等着男主冲进火里抱他出来 这场戏和斯腾的人设就有些前后矛盾了 本剧作为一个大女主剧 斯腾原本的人设本应是坚韧独立的 律师从不慌张 并且头脑非常聪明 这样的斯腾绝不会站在火里 不知道如何是好 只能等着男主来救 另外原著力斯腾和秦放 其实没有很多的爱情线 剧里却加重了秦放的存在感 弱化了斯腾的独立自主 让很多原著粉很失其分 不过总体来看 斯腾在国产距离质量已经是很高的了 虽然现在刚刚开播热度不算很高 但从目前几期来看 后续发展很为人看好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